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这个一个词的形成 其实就意味着中国文人的精神所在 是精神的一种向往 自从对山水绘画认定以后 我在所有的画种中 我就选择了山水 我本身喜欢出游 尤其近20年 大概到现在为止 画的写生有上万张 在中国文人中 最膜拜的就是驱侠科 对驱侠科的一种崇敬 就是从这个时候 从小林书里面所看到 由然而生 就是有意识的 对驱侠科所到过的 每一个地方 我都要去一种德州一州 它是用文字去阐述 国人用的画笔 还给我们从现在的文章 就是尤其前年 完成了画说驱侠科 一百张 驱夫唱作 尤其近三年来 在我的近五十年的创作 手中生涯中 可以说是达到一个小的高峰 其中有一幅呢 就是画的上海石库门 这一幅呢 是七米五 称五米五 它就把江南文化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这三种文化 就要集中体现在一幅画面里面 这样的大画 它跟小画 它有个根本的区别 你首先要有一种精神状态 包含着你的体力 你的精力 和你的阅历 你没有数千张那种节雷 你根本达不到这样一种把控能力 包含量 它的震撼力 这样一种巨大的创作 又带回了民主的精神 又带回了我们国家 屹立在世界那种前沿 我感觉一个画家 他首先要定位 是一个时代的画家 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山还是这个山 水还是这个水 没有变过 那么我就要把我们现时代的精神 要富于创作中 让别人看了您的作品 会深受启发 金潮澎湃 我一直在想后半生 在有充沛的精力的前提下 要创作更多的一些巨幅 画很多一种系列的东西 它既有文学性 又有创作性 能够给后人 有一点点的起跌 那么这个路也肯定很长 也都很远 但是我感觉 创作就在脚下 有充沛的心 有充沛的心 有充沛的心